在中医理论中,魅主授纳,胃后天之本,能够将涉猪的蜜物,食书吸收消化,向人体输送营养物质,是身体代谢循环运转的重要保障。 当微功能出现失衡时,不仅会影响日常饮食消化,还会阻碍体内毒素的排出,损害身体健康。 如果出现胃胀、肌食、胀气等问题时,需要及时调理,以免加重胃病情况,影响工作、生活。 中医建议,为不舒服的人,可以用以下三样中药泡水喝,有助于减少炎症的发生,有助于修复瘦所被粘末,为更健康,有助于养生。 一,白猪,白猪性温,龟皮、背景,又补其戒皮,润肠养胃的作用,有助于清除胃部中残留的毒素,改善了内环境。 适合为粘膜损伤的人去食用,为不舒服的人,早期用白猪泡水喝,既能润肠通便,加速排出体内垃圾。 缓解胃部压力,还能中和胃酸,缓解对胃力的刺激损伤。 缓解胃部不适,对于脾胃是弱而导致的精气外泻,腰酸腿软,也可以多喝些白猪水,有助于补气健脾,改善胃部功能,有助于日常养生,适合胃部舒服的朋友食用。 二,食糊,食糊归胃精,又滋银生筋,逆皮养胃的作用。 对于胃液不足,有非常好的调理效果。 当胃功能受损失,胃液不足,导致消化代谢出现问题,使由着垃圾堆积在胃内。 此生细菌,一发炎症,导致胃膜损伤,胃部舒服的人,每天喝杯食湖水,既能清除胃中残留的毒素,还能加速胃膜的修复,增强胃部功能,缓解炎症症状。 保护维不健康,食糊对于体内火气堆积,有非常好的清活效果。 有助于促进尿液产生,排出毒素,有助于养生。 三,黄鳍。 黄鳍性温,有消瘾力量,一起养胃的作用,由于胃功能减弱,导致体内残留的毒素增多,影响身体的代谢排毒,容易出现气血补偿等问题。 用黄鳍泡水喝,既能促进血液循环,加强身体代谢,减少毒素的堆积,还能温氧脾胃,驱除胃中含气,有助于加快胃粘膜的修复,保护维不健康。 经常用黄鳍泡水喝,还能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,减少体内湿气堆积,有助于改善失眠毒汗等问题,适合日常养生使用。 在中医理论中,为失所养,不通则通,所以要向养胃首先要清除毒素。 缓解炎症发生,中医建议,为不舒服的人,经常用以上三种中药泡水喝,有助于清除毒素,缓解炎症症状,有助于保护维不健康,有助于健康养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